角度就不好打 那大家可能会好奇 这个人为什么会有一个 不同国家有这种高矮 大家第一个会想人种 遗传 当然这一定是 但更重要的 因为这个地球在运行 国家在发展的过程当中 其实最重要是营养 营养食物 还有医疗 就这两样 其实是 不是说这两样就一定可以 怎么样怎么样 但是这两样没有 你基本上对你的这个民族的 这个健康的发展 一定都会有负面的影响 那荷兰在这两个方面 他等于是这三方面都很有力 就在最一个半局 变速球打得很好 第二只安打 面对的是新换上来的投手 到达3A等级了 所以 这个荷兰的规定门都要230几公分 也有道理 否则像那边没有这种 稍微走路垫一下 跳一下 当场就晕过去 来台湾住饭店 要注意一下 然后门不知道有没有够高 国内的这种 露咖听到讲这一则 荷兰的法规应该也蛮羡慕 因为如果没有这种法规 很容易应该都会撞到门 撞到招牌等等 时间球数是一好球一坏球 1984年出生 这个有时候翻译成几尺几尺 看到七尺一寸了 哇 这都渐掉了 感觉起来好像是张力群 在报MBA的那个选手身高 不过打棒球真的很少这么高的 但他以投手来讲 两百多有啦 两百一十几个少 想要用方法来对付Rokai Rokai Rokai 厉害啦 开玩笑 可以爬到3A等级了 如果有这种罩门那还得了 反应还是很快不错 那我处理得很好 看看 还是很灵活 我点得不错 然后徒手接船 然后啪不冷 没有问题 有一套 看这种七尺一寸的人做这个动作 觉得特别厉害 不过还做得很滑溜 对 对 就是 做得很扎实 没有这样的能力 大概爬不到3A了 现在轮到的是第八棒的林志贤 今天曾经在首辈的时候 演出了一记如来神掌的功夫 那个镜头也是少见 真的真的 能够徒手抓下来 然后不规则弹跳 然后传着一个弹跳 然后徐吉红也接着漂亮 帮球周报一定要把这一个列入本周的五大好球 这搞不好可以排第一 排第一 真的困难 这个讲不好听的 这个要演都演不出来 哈哈哈哈 怎么演啊 哈哈哈哈 重点不是接 挡住他接着还能传 最近的棒球电影还蛮多的 拍一个这个动作出来 叫导演的 这算是台体版的天后之战就对了 这有包比的就对了 这有厉害 今天打得也很好 两个四死球跟一个二两安打 现在比赛来到了八局的下半 以台体为主的大学联队呢 依旧是五分的领先 转眼间待会 这个荷兰就只剩九局上半 最后反攻机会 那也要提醒大家 明天一样两点钟在台中球场呢 是古巴队荷兰 更精彩了 因为这一次在3月2号开始的 这一些比赛 这个票都卖得差不多 不然我们今天也不会 来送一些票给大家 这四天的比赛会送一点票 我再来看一下 我真的 右手有装吸尘器 刚才装起来 这真的 普通行 绝对卖的压力之前 给我扒掉 今天可能马上送急诊 给我扒掉 阿达马昏倒 这球达到了三点方向 被三点手接到之后 先逼回二垒上 跑者再传一垒 竟然形成了两出局 跑者还是在二垒上 在八局的下半 那明天两点钟 没有办法到台中球场的观众呢 也就透过我们的转播 来看古巴队荷兰 古巴队昨天也扒 我们中华队 扒得蛮凶的 那明天两点钟 要跟荷兰队 来进行一场 WBC的一个热身赛 那刚才提到 因为正式的比赛 在洲际棒球场 中华队相关的比赛 票不管卖多贵 多便宜 都卖得差不多了 所以 已经都在网路上 新闻都在爆 有黄牛票 所以像明天这种比赛 还不妨来看看 也是不错 明天也是假日的缘故 那来看一下古巴跟荷兰 也是很享受的一件事情 而且是两点钟 这样天气来看 很舒服 很舒服 不能再晚一点的话 晚上就会比较冷 轮到第九棒的林柱 今天也发挥得不错 两个保送跟一支奥利安打 在一支奥利安打 林柱说我想168 现在168大战215 放球就是这样 不是说比身高高 不是比体重重 不过他人矮小 有好球在也是会 比较小一点 本来想说 哦 这 歌利阿大战巨人的戏马 要出现 準備要一刀打一個喬寶斃 喬寶斃直接看腳趾頭了 反正人這麼高大 球出現在兩好球沒有壞球 不過真的居高零下 還是有優勢 還是有優勢 否則他也不會被網絡到美國職棒的體系 能夠到3A 現階段3A也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 哇一五一 越投越快 還蠻黏的 今天林柱也有一次會來得分 同時也有兩打點 二壘上線還有跑者許姬洪 八局的下半 這球打成了一個在右半邊的高飛球 被優愛手輕鬆的接住 結束了這個半局 10比5還是大學聯隊領先 我們也是很快 我們人們看了 我們首先要在右邊的路面 丁裡 我們先看